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 弟子于日前买了一串老象牙珠 几天后啊做梦 说看见一只老象 血淋淋很痛苦的望着弟子 弟子现在除了念佛回象跟老象外 还能怎样做法 那一串象牙念珠应该如何处理 这是感应 你可以给这个老象立个牌位 立个往生牌位 那么最好立在念佛堂 让这个老象也有缘的 到这个念佛堂常常来念佛 如果有三十七年超度的佛寺 你不要忘记记得超度 只有这一串念珠呢 最好供佛 看看 看看 世后的佛像 给这个佛像带上 这样就好 这功德就很圆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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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